本期是没有舅舅奇妙冒险回放的日常回 正在和腾公一起吃饭的泽江聊起了千秋 二人的最新合影怎么看都不像是大学生和小学生 感叹千秋真的长大了好多的泽江询问腾公 有没有给他报运动班 毕竟从体格来看 千秋绝对是骨骼惊奇的运动健将 然而腾公告诉他 这孩子不喜欢和小伙伴竞争 现在在学钢琴书法之类完全没有竞争元素的东西 这样泽江抱头惊呼过于温柔 腾公也表示千秋只有身体在长 心智还是个单纯的儿童 聊完千秋后 泽江又提起最近自己在刷油管的魔术视频 并一边感叹现在的魔术完全看不穿 一边提起舅舅 在他看来 之前使用投影魔法的舅舅就是个了不起的魔术师 因此他也很喜欢看舅舅的视频 就在泽江兴致勃勃的聊起舅舅频道的时候 腾公突然露出了一副义正言辞的表情 随后告诫泽江 以后不要再看舅舅的频道 要趁年轻去做些更有意义的事 现场气氛瞬间尴尬了起来 短暂的沉默过后 泽江又主动提起了静闻 于是现场气氛再次尴尬了起来 因为一提起静闻 腾公就会说一些诸如 他到底怎么回事 他真的好难懂 这样让泽江听不懂的话 与此同时 舅舅和静闻也来到了腾公泽江所在的咖啡店里 走进室内的舅舅立刻感叹起了店内的装潢 静闻则拉着舅舅来到前台排队 还没有适应这个时代咖啡店的舅舅 看到一系列奇怪的饮品名称后一脸问号 直到静闻将配图菜单递给他 他才终于决定好喝什么 但随即立刻陷入了饮料规格的困惑中 舅舅想点中杯 但不能点中杯 因为点中杯会得到小杯 只有点大杯才能得到中杯 但舅舅想点的是中杯 他不理解为什么想要中杯要点大杯 也不理解为什么小杯现在成了中杯 更不理解这个时代的中杯 为什么既是大杯又是小杯 但偏偏不是中杯 最终静闻帮他点了大杯 就是中杯那个大杯 但不是小杯那个中杯 就这样 舅舅顺利点完了咖啡 此时 泽江和腾公发现了舅舅和静闻 于是舅舅二人 端着刚刚点的甜甜圈 坐到了泽江腾公旁边 一起聊了起来 静闻告诉腾公和泽江 自己陪舅舅出来买书 于是大家便聊起了看书这个话题 身为大学生的腾公和泽江 说身边大多数人都在使用电子书 即使是实体书 也会用手机拍照的方式 当作电子书阅读 毕竟这样更方便 但静闻却表示 自己还是更喜欢纸质书 这样腾公泽江都颇感意外 随后腾公说起 静闻从小就很喜欢看书 泽江也表示 自己很能理解静闻 毕竟电子书 根本无法体验纸质书翻页的感觉 然而 泽江并不会买纸质书 因为他不喜欢东西变多的感觉 在三个年轻人聊天的时候 舅舅正开心的品味着 新时代咖啡饮料和甜甜圈 并一边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一边告诉大家 这个很好喝 看着舅舅满脸和爱的样子 泽江终于放下了对他的恐惧 并感叹 原来舅舅也有如此普通的一面 就这样 舅舅如愿以偿的去书店买了杂志 还和孩子们一起品尝了咖啡和甜甜圈 心满意足的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